那自信离题是一个 我们在学习当中 常常用电视屏幕作为 电视屏幕这一个 它没有生灭 我们把这个电视打开 一片败的 就像长期光一样 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们按频道 一按频道 色相就出现了 那就是万法 这个色相有生灭 屏幕没生灭 所以要知道 生灭跟不生灭 永远是融合在一起 分不开 但是你要认识清楚 那一线色相的屏幕 不生不灭 屏幕所现的色相 是生灭法 刹那不住 那我们今天的点是数码 频率多高呢 等于 这个动画 幻灯片 一秒钟 一百次的 频率 就是这个 幻灯片的 移动 一秒钟 一百次 早年轻 我们看电影 那个电影是动画 这个是 电影的底片 周灯在放音机里 一张一张的 昏灯片 一秒钟 二十四张 我们就以为 那是很避震 电视 比这个快 加一倍 以前的电视 五十张 现在电视进步了 用数码是一百张 这个生灭现象 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毫无知觉 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百张 就没有感觉了 看得好像是真的 是假的 那我们现实 这个境界里头 眼见 宇宙 而听 八方 这种现象频率 要是像我们用 幻灯片 一秒钟 多少张 它就在我们面前 我们完全 没有法子 感觉到 它太快了 米拉菩萨告诉 这一摊值 一摊值 多少次的频率 三十二亿 百千年 百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一秒钟 今天电视的画面 是一秒钟 一百张 我们实际上现象的时候 这一摊值 十 一摊值 是三百二十兆 那一秒钟 能谈多少次 有人告诉 能谈七次 那晨起 三岐 两千亿 一秒钟 两千多次的 两千兆次的生命 我们怎么能觉察到 那这个现象就在眼前 六根 是这个频率里头产生的 六成也是它 也是在这个频率产生 今天科学家 发现了 是真的 不是假的 科学家发现的 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这物质现象从哪来的 念头变现的 被科学家发现 那佛经上早就讲了 相有心神 心是念头 静随心转 静是物质环境 随着我们心子转变 静随心转